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个账户 这个账户抗风 没有以前老板在那框上 那这个价格摆在这边 以前这个账户老板都是上千美金了 这才多少钱 这个加币也就440吧 440也就人民币2000啊 主要是夏天快来了 这个账户就足够了 这个也是四地帐篷 四地帐篷 然后抽抽这个空间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没问题了 客厅特别小 放行李什么的就不方便了 行李 反正中兄也快就是说要出来了 中兄出来了 所有的行李和食物放到外面吧 中兄要翻 让他翻呗 这有什么办法呢 是吧 我想一下啊 这个帐篷好像是亚洲 非洲 南美 北美 这个是我的第五顶帐篷 第一顶帐篷是亚洲的 三能帐篷 超大的 然后第二顶帐篷是在非洲的 在非洲用了两年 国产的啊 木高低的 单能帐篷 第三款是MSR的 双能帐篷 四季不四季不知道 反正挺薄的 也挺轻的 啊 那个在南美坏的 然后换了换了一个土豪的帐篷 土豪帐篷一千美金嘛 朋友送的啊 然后现在这个是第五顶帐篷 在北美 估计啊 这个帐篷会陪伴满长一段时间 看以后有什么需要呗 如果一些土豪的帐篷或者装备公司 愿意占助的话 可以考虑换一下 这个自己 这个自己 讨厌包自己花钱买的 挺轻便的啊 颜色也很鲜艳 这家帐篷公司应该是加拿大的 就是帐篷的好坏 决定就是在路上能走多远 太简单的帐篷 太简单的帐篷 晚上就叫着睡吧 休息不好 休息不好还怎么走啊 不可能天天指望着住旅馆 住旅馆多贵 住旅馆要钱啊 一个帐篷可以管好多住宿费了 在这帐篷里暖着被窝 盘着腿 看着电影吃着快餐 这个店哪来的店呢 这啊 外面的线插头 直接拔进来啊 这个帐篷是爽歪歪啊 外面吹着风 里面吃着寒 我我想吃肉了 江湖这个家伙 这就帅肉了 这雪说下就下呀 天气恶劣 这就是极致环境 拉上帐篷管它下多大呢 这一天啊 现在有两季了啊 早上看起来阳光明媚的 下午就阴生生的暴雪来临 来 我这个小帐篷呢 这下雨天 还可以对付一下 那重点还是要看睡袋啊 帐篷怎么样 还就是能抗风就行了 这有地钉 有地钉的话这个风吹的再大 就是跑不掉 这有地钉了啊 这款帐篷的优点啊 比上一款的好处就是 这个帐篷 又可以在室内搭 还可以在室外搭 什么地方都可以搭 上一款帐篷很宽敞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是草地帐篷 离开草地它就是 它什么都不是 就是那款那款啊 帐篷是草地之王帐篷啊 雪地之王帐篷 然后这一款的话 综合性能要好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 哎 我要不就是到室内去炸状况 这个也可以炸 有家币呢 有家币呢 就是沙明治 哎 一个鸡蛋啥 黑根 起司没了 人生都是 多是无奈 太冷了 观众捧场 干杯 干杯 这里的时光静悄悄 是不是开饭了啊 这是昨天前两天 在木屋里炖的汤 他们都不舍得吃 然后让我打抱着 那就是说 说我在路上没有吃的 嗯 的确是啊 想的很周到 的确是路上没吃 来 又有骨头 是不是分两顿吃啊 嗯 加上快餐嘛 我再想一下 今天要不要走 因为 好像外面还下的雪呢 还真是哦 下的还老 还蛮大的 哦 下雪天 还是帐篷里暖和呀 来吧 下点主食 主食是啥 薯条呗 火要节省啊 给面条肉一下 到前面 这个小站是没有 到前面那个小站的小店 看一下有没有器官 嗯 只能炉吃了 来吧 sweet heart 吃饭 哎呦 这是啥 好像是 气死的那个 奶量快啊 薯条 关键是这个啊 有肉啊 嗯 这一大锅做两顿吃吧 晚饭呢 今天等这个雪过去了吧 明天再走呗 明天再走呗 爽啊 玉米啊 他的ском 霜喷哧哧哧哧哧 四月飞雪 很怪的 一边太阳一边下雪 这咋声啊 这个雪下的 下的塑料吧 哦对了在这说个事 这款帐篷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 给我送帐篷的俊杰胸 曾经我以为他只是帮我顺带 后来分开之后他给我回了信息 就是他是特别为了送帐篷而开车过来 1600公里 然后去了一个地方住了一晚上 然后又开车回温哥华了 所以这份情值得年纪终身